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片刻都不得清闲 比赛结果和惊吓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她以为凭借着自己和陆一的实力 怎么也能拿个第一 结果呢 惨不忍睹 第一是钟老师兄妹 第二是那对偶像情侣组合 陆一和惊吓勉勉强强获得了第三名 险些倒数第一 哎哎 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待节目录制结束后 惊吓声无可恋地躺在床上 那一刻 她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陆一看着惊吓累得那个样子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真的搞不懂女人 明明很累 却偏偏要参加这个节目 她拍了拍惊吓的腿 催促道 快去洗澡 明日还要坐飞机回杭州呢 惊吓摇了摇头 懒洋洋 得道 我不想洗澡了 就让我臭死吧 我现在只想睡觉 不让你来 你偏不听 现在累成这样 活该 陆一 你现在越来越不讨人喜了 哼哼什么 快点洗澡去 不要 不 快点 要不然别怪我给你扔下床 你还有力气吗 你要不要试一试 陆一说完 便开始拉着惊吓的腿 试图将她拽下床 哎呀 不要闹了 我真的很累了 要不然 我帮你洗 陆一暧昧地拍了拍惊吓的屁股 好了 好了 我自己去吧 惊吓立刻起身 略有些不满地往浴室走去 惊吓泡了一个热水澡 她感觉舒服极了 所有的劳累都一扫而光 待她回来的时候 看见陆一正坐在床上 抱着笔记本 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事情呢 正在这时 惊吓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陆露发来了语音 惊吓 你火了 你上热搜了 你知道吗 热搜 我又不是明星 我怎么可能会上热搜 真的 我没有骗你 热搜第三名 你快去看看 惊吓立刻打开微博 开始查热搜 果然 热搜第三名居然是她 豪门中的平民媳妇原惊吓 这是什么鬼 惊吓进入这个热搜话题 里面有各大博主针对她和陆一的感情分析 猜想她的上位史 从各大博主的发帖中 惊吓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 因为陆一在节目中经常怼惊吓 以至于大家开始猜测 今夏的家庭地位比较低 有的博主说 陆一根本不爱今夏 娶她也只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身份 今夏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陆家为了孩子 便只能承认她是陆家的媳妇 若是爱她 怎么可能孩子都生了三个 却连个婚礼都没有呢 有的博主说 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危机 在节目中便可以看出 陆董分明一点都不在意原今夏的感受 否则怎么可能在节目中怼她呢 这是连演戏都不愿意演了 有的博主说 两个人早就分居好久 这是为了宣传 才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过不了多久 两个人的离婚声明便会公布于众 大有拭目以待的趋势 今夏看着大家的猜测分析 瞬间便傻了眼 她仔细回想 自己和陆一在节目中的表现 两个人表现得挺好的呀 也没有吵架呀 为何大家会如此猜测呢 看着五花八门的不实报道 看着大家讽刺她心机深 今夏心里略有些不高兴 忍不住多闹 凭什么都认为 是我主动的呀 凭什么说我心机深呀 陆一看着今夏拿着手机哼哼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在那里嘀咕什么呢 今夏撅着小嘴 不满 得道 我们上热搜了 热搜?热搜是什么? 今夏将手机递给陆一 不愿 得道 你看看 大家都说我配不上你 说你不爱我 我怎么感觉这么憋屈呢 陆一接过来今夏的手机 大概看了一下新闻 眉毛慢慢醋了起来 脸逐渐的黑了起来 我说不来参加这个节目 你天不听 今夏挪了挪鼻子 谁知道会有这么多事情 这些媒体也真是奇怪 什么都敢写 什么都敢猜 你想怎么办? 我联系公司的法务 让他们收集证据 告他们 他们便消停了 算了吧 我们又不是明星 几天后 大家便都不记得了 离他们做什么? 轻者自轻 你确定 你不告他们? 嗯嗯 不告了 过几天便没有人会记得这事情了 睡吧 明日还要回去呢 好吧 今夏心里有些不舒服 躺在床上 一时间睡不着觉 陆毅从后面将今夏拥在怀中 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身体 安抚道 睡吧 明日还要早起呢 嗯